夜有些深了,明天不用再辛苦劳作,可以好好地修养一下我自上岛以来的疲倦。 我抚摸着池春柔软的绣发,竟不知它何时睡在我的怀里。 女人的依偎不知融化了天下多少男人的钢铁之心。 轻轻地抱起睡熟的池春,慢慢地走回山洞,将它放在那张柔软的橡皮筏上。 婴儿还抿着小嘴继续睡着,从来没有过的一种父爱在我的心中油然而生。 卢雅和一良正交叉了柔软的小腿,酣甜地沉浸在梦中。 现在一切都支配妥当,我紧绷的心弦一放松下来,才发觉自己早已身心疲惫到了极限。 躺在两个乖巧可爱的女孩身边,昏昏沉沉地睡去。 第二天早上,三个女人烤熟了食物,卢雅又在用那只狗尾草挑逗着我的脸,叫我起来吃东西。 我一睁开眼,刚想坐起来,呼绝四肢,虽然软无力,只想继续睡觉。 他们三个以为我生了病,急切地围拢过来摸着我的额头。 卢雅居然还把耳朵贴到我胸膛上听心跳,真让人感觉是哭笑不得呀。 我告诉他们,我只是疲倦,没有大碍,他们这才放下了心。 迟春居然为我好脉,这种高潮神奇的医术发源于中国,她一个日本女性又是如何学来的呢? 枕过脉之后,她对卢雅和依良笑了笑,示意他们两个不用为我担心。 两个丫头紧张的神情这才是人,相信我是疲劳过度,没有大碍,只需休息。 我后来知道,迟春是一位妇产医生,曾在多个国家留学,精通中医,这是件令大家高兴的事。 我一直担心哪一天大家头疼脑热,患了小级小病如何是好。 迟春的身份是如此巧合,向上天故意考验我们。 转动命运的轮盘将我们几个甩进这原始神秘的荒岛,又于心不忍地安排进一个辅助生存的女人。 在那张巨大的熊蹄上,我足足躺了三天,这才恢复了正常的体力。 三个女人一直在我身边,喂食喂水地照料。 一走出洞外,我感觉自己就像冬眠初醒的狐狸,浑身上下异常的灵敏。 卢雅将我好转开始缠着我和她取捉尊鱼,我这才想起那个空着的堂坑,尚未储备鲜活的食物。 找了两个木笼子,带着卢雅出了院子,又在外面把门堵好。 为了捕捉到更多尊鱼,我们两个尽量地往下游走。 这回出去,我心里踏实很多。 一是有了坚固的防御,二是我们慢慢适应了岛上的环境,再碰上些奇形怪色的动物和植物,倒不像以前那么容易紧张了。 来到以前捉尊鱼的那片水草,由于溪水的上涨,很多上流冲击下来的尊鱼,都藏挤在厚厚的水草下。 上回堵截尊鱼的两个狭窄的溪段,被暴涨的雨水淹没,看不到位置。 卢雅眨着大眼看我,让我拿主意。 你要是想出捉尊鱼的好办法,回去的时候,我就背你。 卢雅一听我要背她,立刻喜笑颜开,拍手称赞,却不考虑自己到底有没有好的办法。 我想不出来的话,你帮我想,也算我赢。 卢雅像个刁蛮任性的小丫头笑着对我说, 我若想到好办法,你立刻和我睡觉,就在这里。 我板起脸回复她。 不要,你又逗我。 她满不在乎,眼睛却盯着水草,脑子里一直在转,急于在我之前想到捉鱼的办法。 这次是真的,迟春是妇产医生,可以接生,我现在就让你怀孕,你给我生小孩,和迟春一样,天天抱孩子。 我不会,医良会,你不是天天晚上让她怀孕吗? 她也一本正经起来,我顿时一愣,脑中荡起记忆里的一个片段。 卢雅第一次去我阁楼的时候,我误以为她不知道自己的母亲和我睡过觉, 现在这种类似的误以为,又在这个小丫头面前被传邦了。 贵丫头,说完我过去扑抓她,她并没有跑开的意识,眼睛们还是盯着溪水上浮动的厚厚的水草,想着捉鱼的办法。 抓起她细长的胳膊,一把就将她拉入怀中。 她并没有任何惊讶的表情,就像每晚钻进我怀里睡觉般的坦然。 卢雅小嘴一掘,双手轻轻地推着,想挣脱我的搂抱。 你竟逗我,我才不上当呢。 这丫头上回单独捅我出来的时候,忐忑不安,现在没一点原来的样子,逗不出趣味。 哎呀,真的变鬼惊了,我松开了她。 我真不知道怎么捉住尊鱼,你帮我想,办法要是很妙,我就亲你一下,这样可以吗? 听完那小大人的话,我哈哈大笑起来。 给你亲一下和被持春的孩子亲一下,是同样的感觉。 我刚说完这句调侃她的话,她立刻扑进我的怀里,柔软的双臂勾住我的脖子,努力跳起来,在我的脸上使劲地作了一下。 一样吗? 我被这个性格乖张的小丫头弄愣住了,怎么也没有想到她会来这么一招。 如同下象棋时,给人突然僵住统帅,一时没了主意。 后悔先前不该玩得那么飘逸。 好了好了,赶紧抓鱼吧。 我岔开了话题,卢雅也没继续追问。 这次捕捉尊鱼的办法稍稍费点劲,我和卢雅玩起了裤腿,先把上游下来的溪水分流减缓冲击力,再用泥巴围起那片厚厚的水草,使里面的尊鱼钻不出去。 由于围的面积过大,花费了好一会儿功夫才完成。 卢雅俊俏的小脸蛋上,溅着很多的泥点,像一只三花色的猫,滑稽可爱。 这里边这么多水,尊鱼都在厚厚的水草下藏着,看不清楚,可怎么扣啊? 卢雅比较兴急,以为完了功,想我肯定是用木框进到圈里抓尊鱼。 笨嘛,照你的想法只能捉到水草,捉不到鱼。 卢雅被我这句话逗笑了,一排整齐洁白的右牙在她红润的嘴唇中露出,漂亮的大眼睛闪动着惊奇,教我下一步地捉鱼办法。 借着采药出去走走,我判断一下圈围起来的水弯,在走势最低的地方,用木棍在泥坝上戳开个小窝口向外放水。 为了防止尊鱼借着水流流走,我用一只木笼子挡在了排水处,起到了过滤的作用。 卢雅这才看明白捉鱼的方法,她兴奋着说, 好办法,等圈里的水放光,不用木框去扣,直接捡鱼就可以了。 放水的速度并不太快,我就又在旁边戳出第二个窝口,让卢雅把另一只木框递过来,挡在了泄水的地方。 这样一来泄水的速度就提高了一倍。 卢雅高兴地跳起圈起的水洼,用小木棍这里彤彤那里戳戳。 只见厚厚的水草下,自以为掩藏隐蔽的尊鱼立刻慌张耸动左右躲避。 一见水草下有这么多的尊鱼,可把卢雅高兴坏了,她咯咯咯地笑个不停。 行了行了,别管傻笑了,跟我一起往外淘水。 说着,我也进入了坑窝,两只手掌对在一起,哗哗地往圈外聊起来。 卢雅觉得好玩,赶紧凑到我的身旁,模仿着动作,兴奋地向外聊拨。 哎呀,有木棚该多好,一下顶天让十几下呢。 她一边聊水一边开心地说, 要是木棚和水洼一样大,一下子就能把水淘干。 她并没有听出我这句话是在讥讽她。 她还一边活泼地聊水,一边黑黑笑着回答, 那么大的盆,我可拿不动,你也拿不动。 最好的办法就是用灌溉稻田的抽水泵, 咱们两个坐在西边一起看着就可以了。 她的天真又让我忍俊不禁。 哎,有道理啊, 到时候让卢雅负责发电。 你又笑我。 卢雅撑怪着我,一双小桥手撩水的方向突然变化, 清凉的溪水刷地打在了我后背上。 你再敢泼我,我真的把你睡了啊。 话还没说完,又是挤住溪水泼撞到我的脸上。 不给你睡,不给。 卢雅边乖张地顶撞着,边把更多的溪水撩拨过来。 我瞪着眼睛有些困难,她见我开始狼狈,更是嬉闹劲上涨。 把水撩在我身上等于白忙活,留着力气朝外泼吧。 我劝说着她,甩了甩被她弄湿的头发,水珠顿时撕散开来,打到卢雅撬脸上。 她又撅起了小嘴不乐意地说, 往外甩,要不白忙活。 说完咯咯地笑了起来。 高兴吧,看把你美的,留点力气,待会儿捉尊语。 虽然和罗雅说笑,我的手却一直不停地向外撩拨,尽可能地加快水洼淘干的进度。 刚才飘荡在水面上的浓绿细长的水草,看着既鲜嫩又美观。 这会儿水面下降一半,那些水草像从压面积里刚加工出来的面条, 顺着水流的走势软啪啪地粘粘在一起倒贴下去。 水洼里的尊鱼,大群大群地被覆盖在水草下, 他们开始察觉到了水位的下降, 这才抛下了掩耳盗铃的架子, 抖动着尾巴乱钻乱油,那股蠢笨的劲儿又一次彰显了出来。 这群浮游在水面上的尊鱼还是以前那副傻头傻脑的老样子, 他们晃动着肥厚的身子,两眼炯炯无神, 鱼嘴拱出水面的时候,一边呼吸,一边吞吃着扶着的草屑。 我和鲁雅刚靠近他们的时候, 尊鱼群就嗖地一下子搅出了无数水玄花, 没入到了浓密水草的底部。 五天的降雨给他们增添了不少资本, 一条条的灵活劲儿看起来蛮牛气的。 尊鱼的脑子很小很单纯, 注定是这个岛上果人积富的悲剧, 可他们自己意识不到这些, 竟也玩起了东躲西藏的猫腻, 误以为只要看不到我和鲁雅, 我们两个就不该看到他们。 水位又下降了不少, 许多以为躲在水草下就可以瞒天过海的大尊鱼, 没有跟着水位晃动而游走。 这会儿啊,全被厚厚的水草压裹在底下, 拼命地翻个儿。 草干什么去了,大傻衣。 卢雅看到有很多尊鱼被束缚在水草下, 竟高兴地笑过起那些根本听不懂话的尊鱼。 好了,让剩下的水自己倾斜, 现在开始抓鱼。 一听到可以抓鱼, 卢雅的高兴劲儿更大了, 忙跑到水草的中央, 用木棍挑开一块厚厚的水草。 几只清黑淋亮的尊鱼立刻勾卷着半透明的尾巴, 使劲拍在, 已经漂浮不起的水草上。 此刻, 想再在水中一样的游动, 那是办不到了, 它们只能如筛豆子一般 噼里啪啦地弹起身子, 乱蹦乱翻, 恨不得变成两栖青蛙。 数条尊鱼放大了受精的眼睛, 张着嘴巴大口的呼吸, 既像捉迷藏食被突然发现的孩子, 又像突发心脏病的患者。 卢雅见这几条大家伙 如此的惊恐狼狈, 立刻笑呵呵地蹲下身子去抓, 可是刚抓上手, 肥大的尊鱼尾巴使劲一甩, 刺溜一身滑动, 挤出了他白难的小手, 却吓了卢雅一跳, 把我给逗乐了, 这个胆小鬼。 这个丫头没有和我辩驳, 又去抓那只从他手里逃脱的尊鱼, 想用再次的尝试, 证明自己胆子不小。 尊鱼在水中的时候, 体表会分泌一层油腻的粘液, 既保护鳞片, 又不容易被物体卡到或夹住, 所以卢雅刚抓起来的尊鱼一使劲扭, 就很容易地划出了他的小手。 别抓了, 他快被你摔死了, 回去没法活着圈养了。 他这才收起刚才的高兴劲, 无奈地摇了摇头, 哎呀, 不敢使劲抓, 怕弄伤他。 我一听他还为自己辩解, 就又学着他的样子摇了摇头, 哎呀, 不敢使劲抓呀, 怕摔伤他。 这一下子卢雅不乐意了, 小嘴又撅起老高, 你来抓, 我翻水草, 看谁快。 挖坑里的水这个时候外泄得差不多了, 我重新堵上了一个窝口, 扯了几把厚厚的水草, 铺在了木框子底层, 用来盛装鲜活的尊鱼。 我的手掌粗糙, 又比卢雅的小手大很多, 能轻松地抓起 笼络在细长水草里的尊鱼, 小心地放进木框。 卢雅用小木棍在扶帕的水草上前后左右的挑拨, 寻找那片下面藏着的尊鱼。 他只想在我捡完发现的尊鱼之前, 再发现一窝。 哎呀, 这里! 他每翻找到几条就兴奋地叫我过去抓, 要是看到尊鱼从我手里滑出去, 会笑得更加地开心。 原来每当岛屿下完水位上升后, 冲到下游的尊鱼就会在这几天里集体溯源。 天色木晚的时候, 木框里装的尊鱼已经很满了, 我用麻藤绑好了背起重重的一框, 又抱着笼子里的尊鱼返回了山洞。 卢雅今天玩得很开心, 她跑在我的前边, 路上左蹦右跳, 采摘了一大把五颜六色的小花, 还攥在手里比划给我看, 那副天真烂漫的少女玩性, 辉映在昏黄的夕阳下, 格外的甜静美丽。 到达洞口后, 我把两筐尊鱼倒进了坑潭, 这群乌头乌脑的家伙吐出的白沫, 立刻浮满了水面。 晚上, 我烧烤了三只肥大鲜嫩的尊鱼, 他们已经吃了七八天的肉干, 现在换了口味, 又能吃上淡水尊鱼, 人人高兴的, 有说有笑的。 卢雅把路上摘来的小花, 分给了衣梁和池春, 三个女人互相往对方头上插着, 烟笑姿态, 急似画像里的艳丽美女。 这几天, 空气潮湿, 晚上呢, 我用剩余的小块蟒皮, 擦拆卸下来的枪支, 防止武器袖石。 迟春凑到我的跟前, 说上岛的时候, 看到路上长有很多珍贵的草药, 想去采摘一些回来, 留作备用。 三个女人都知道, 没有我的陪同, 谁都不可以单独地出院。 我答应明天陪迟春一起去, 她很开心, 一直憋在山洞和院子里, 确实地有些乏味了, 借着采药之际出去走走, 那也是好事啊。 第二天, 迟春把孩子交给了卢雅和伊良照看, 和我离开的时候, 我给他们俩留下了两把手枪。 出了院子, 拉着迟春的手, 我们两个向登岛上来的方向走去, 寻找迟春记忆里的草药。 荒岛的这一侧是高低起伏的山谷, 不是以往的树林, 所以视线可以放射很远。 两人走得很轻松, 迟春抱着我的胳膊, 将头整靠在我的肩膀上, 就像他在东京的街头和丈夫六弯时一样, 行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一对情人。 走了一个小时的下坡路, 来到以前经过的那片盛开着红黄小花的矮罐带, 驻足欣赏着美丽的海岛风光。 迟春忽然扑进我的怀里, 用力地将我抱紧, 海风徐徐吹来, 扬起了他迷人的长发。 麻烦在我的脸颊上, 我也用力地抱着迟春。 过了好一会儿, 我松开怀里的迟春, 他拉起了我的手, 继续向灌木丛走。 这里, 有很多以前未留意过的植物。 迟春揪下一簇开着白色小花的绿色猪草, 告诉我, 这种可以煎熬成治疗伤风的汤药。 又掐下了一些带着粉色斑点的黄色花朵, 说这是咀嚼后可以敷在伤口的金疮药。 这一天里啊, 我们两个仿佛不是出了采药, 更像是逛花卉的情人。 这里看看, 那里摸摸, 爱意绵绵。 我摘了一朵橘红色的精致的小花, 戴在了迟春的绣发上, 它看起来越发地娇媚动人, 摄取男人的心魄。 在迟春的指导下, 我对很多草本植物开始有了新的了解, 带来的那只木框里, 也装满了迟春采集的草药。 每当我望向大海, 心中就涌起无数的思念。 迟春应该和我有同样的感觉吧, 谁都不是贸然移情别恋的男女, 我和他之间短时间之内萌发的情爱, 就像筐中的草药, 医治彼此心中失去情人的痛苦。